喂 今天柯文子都已經出來了 都已經接受一問一答 都已經直播了 還不能適宜嗎 金華阿誠 台志光 北思科 特別是北思科 因為T17 T18 今天的直播節目講完之後 我還是沒有答案 他只告訴大家講說 對啊 我這邊就沒有條件 那邊想說要有條件 就這樣了 哪有這種事 觀眾朋友來 你看一下 畫面右手邊導播拍一下 這個是 簡蘇培議員所做的圖表 這裡很清楚了 因為沒有錯 他確實是2019 2020 我前兩天跟大家這樣講 所以2019就是三塊地一起 然後他想要86億去 這個當底價來標 沒有人要標 所以留標 留標不是柯文哲的錯 可是你到第二次以後 你把那個有沒有 他的那個地上權 從50年加到70年 所以50年沒有人標 我就試試看70年 70年還是沒有人標 我就試試看把它拆開 這都合理 但問題是寶傑哥 你既然是50年變70年 三塊地一起 到了第三階段的時候 你要拆開來標 那三塊地的條件 應該一樣吧 應該一樣吧 但是問題是T16變成 他要有資格層 他要有計畫書 然後另外的兩塊不用 而且剛剛蘇培講的一個重點就是 我當時就覺得很困惑說 你為什麼一加來 你就可以讓他決標 他說你把它變成第三次 不對 2019 2020 2021 你到第三次的時候 你的條件改變 條件改變你就不能當成 你是第三次決標啊 所以他的條件已經不一樣了 你的第一次第二次看起來 是完全三塊地一起 只是地上權從50年改70年 因為沒辦法好像給大家興趣 缺缺沒有錯 我沒有怪說他前兩次流標 為什麼 可是到第三次的時候 你照這樣講的話 你應該拆成三塊地 然後條件都一樣才對 可是拆成三塊地以後 你的17 18跟16的條件 完全不一樣 那你回去講什麼李四川不懂 什麼會不懂 李四川不就告訴你 他不知道有沒有違法 但是明顯大小眼嘛 因為T16的條件嚴苛 T16的決標 金平底的底價多那麼多 81%以上 可是17跟18卻沒有 17跟18加起來 跟他原本的底標 其實沒有太遠 他就兩個加起來 44億 可是左邊 而且保久哥 他同樣是一塊北市科 北市科其實不是只有 我們現在講這個 人保要從內湖過去 他總部都蓋在那邊了 還會有大範圍的綠地 還有智慧醫療 然後還有商場 所以他座面都會帶動啊 那既然台北市的公告的 這個地價 已經越來越高 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16號就是一個 最標準的一個狀況嘛 因為他地價高了以後 他就沒辦法 他的底價40幾億 可是標到81億 可是你實際上 明明在隔壁 但你卻沒有辦法 得到一樣的那個比 而且在你標的那天 你的離50年就越來越少 你的時間在滴答滴答滴答 他想你為什麼還變成空地 大家不能解釋的情況之下 林彥峰議員還講了一件 不是簽了以後 往後算就50年嗎 可是他的起算是 居然他要求市政府 你要把我1718中間條路有沒有 開好的路都弄好了以後 他才開始起算 而市政府居然也同意了 第一次 由於到中 關鍵時刻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等你來上線